潘儿姐 我这主意不错吧 那家伙肯定下不打 这不会让你惹上麻烦 您放心吧 那匕首上的没有任何记号 并且我揍那个老家伙的时候 用的都是暗剑 这表皮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不一样 那个潘儿姐 您要是觉得我今晚干得 还不赖的话 您能不能帮我在我们指挥面前 多帮我说说好话 毕竟我现在还是个 黄成寺的新人 您顾只会用人那副脾气 您看您人美心 可千万必须一定得帮我 可我也没觉得你多怕她呀 那些都是我强装出来的勇气 我也是近几日才问了 同僚才知道 要是黄成寺呢 是人间阴草 那我们顾只会就是活颜络 这手上的人命 比我的头发都多 我妈正是听说书的时候生的我 嘴上没个把门的 您也千万别当真啊 怎么样 你要是帮我 把今天的事别告诉她 我就帮你 不告诉她 那 是 我还是先告辞了吧 顾千帆 你真的没开玩笑啊 你真的叫火焰罗 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别人这么叫你 我看看伤口啊 你干吗 我去亲眼看看你伤口好不好 你不用看 我都好了 我就说嘛 我亲自动的时候 我能不知道轻重吗 明明伤口已经好了 你那么大惊小怪了 干吗 你怎么这么理直气壮 你别忘了 你在船上的时候也脱过我衣服 那不一样 那时候你都晕过去了 那我现在帮你打晕了 我只是没有你那么多忌讳 我告诉你啊 在我们黄晨寺 我靠打犯人的时候 无论男女 都是拔光我的 行了 你这么解释 都没解释一样吧 你想这些有的没的呢 找爸爸 你就是一个 寄人历下的流民 想记住你的身份 我找回预言图 在这眼前最重要的生活 好